村爷 你想要村爷 你也得做出一些 值得别人尊重的事出来 你知不知道 你消失了一整个晚上 梅府为了找你 都乱成了一孤舟 我不就走了几个时辰吗 用得着这么大阵仗吗 我又不是两三岁小孩子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的身份是郡主啊 只要你出事 整个梅府都会受到牵连的 我错了 对不起 你就知道道歉 从来也不改 说吧 去哪儿了 有没有受伤 我没事 我今天 我今天遇见陆英遥了 你怎么会见到他 你去哪儿了 我躲在赌方送银子的马车里 混进了青龙寨 然后看见了他 你先别生气 我是想让郡主早点回来 但是是他自己让我回来了 他说他有办法 可以带着我爹一起逃出来 我爹也在青龙寨 你们这是瞎搞 我就想让郡主早点回来 该在这里的是他 我不该出现在这里 你知道我是关心你的 只要你困在青龙寨那 如果郡主出现了任何问题 整个梅府都会跟着倒霉 你一定要这么跟我说话吗 这么久了 你还不知道我的心意吗 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不对 我只是想让事情恢复正常而已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 所有事情我会处理呢 只要你不离开我 可是郡主怎么办 郡主的事情我来处理 你不用插手了 我还有一个重大发现没有告诉你呢 你知道我在青龙寨遇见谁了吗 谁啊 就是那个逃掉的当铺老板 你确定没看错 你确定没看错 我可是结结实实挨了他一觉 他化成灰我都记得 原来是他 这么说 他跟青龙寨有关系 那当年伤我母亲的人 跟青龙寨也有关系 俗话说得好 人以群分 物以类聚 他们这就是蛇鼠一窝 你放心 我一定会继续找 别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剩下的事情由我来处理 这可是我调查的 今晚上你不许睡 罚你把 我再也不会擅自行动这几个字 抄三百遍 怎么只有惩罚啊 我发现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奖励呢 奖励啊 有啊 不提供 嗯 你想做吗 你管你 不许门 啊 谁 今天 大家怎么都这么客气啊 没有啊 少女夫人 我们昨天反省了一下自己 觉得平时对您的关心和呵护 还不够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更加关心您 呵护您了 我看你们是害怕某人吧 你们怕我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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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怎么会怕三少爷您呢 对对对 您可是我们最和蔼可亲的人了 是啊 是 都给我自然一点 别那么刻意 是是 少爷 司徒岭来了 司徒大哥来了 他在哪儿啊